打勾 第三个取消多选 那特别注意 我怎么取消多选呢 记得 请你不要把游标放在这四个其中一个 因为如果你把四个放在其中一个他并不会 并不会取消 他只会怎么样 他只会 你会发现他不会取消选取 他只会 切换而已 所以特别注意多选状态底下你不能选这四个 你如果要取消选取的话 点旁边这一个你会发现切过来 上面都已经有一个 一个做好的一个而已 然后你切到等级好了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才取消多选 那你再把它切回来 那这个地方点两下 这地方点点也就是说 比较麻烦一点的话 就是 自己还是要 从头到尾再把它点两下 那这样的话呢 完成一个 完成第2个第3个 这样的话就全部做完了 那这个方法当然 至少会比你图法链刚来的快 可是其实还不是最快的 最快的 对就是说写VBA程式 按个按钮就解决了 OK 不过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有点难度了 我想 这样已经是算蛮快的状况了 如果说你还要更快 就是说 你可以用VBA 去判断说什么 这个 先抓这个嘛 然后让他自己去 判断这个 去比对 也是一样 比对那个对照表 然后再 再把值放进来 一样 只是说你按个按钮 他全部都做完了 然后 自动帮你看 有几个工具表 这几个工具表 帮你把它解决掉 而且他会自动去侦测什么 这边总共有几列了 有没有 因为我们不是可以去抓 哪一个储存格的 最下面一列吗 那你不就跑到哪边 切下一页 一样 我可以去抓下一页 我就跑到那边为止 就好了 只是那个城市 会比较冗长一些些 我想之后 后面等到这部分 你们都已经 熟练了 再来做后面的 否则的话 学到后面的 就前面反而忘了 有时候要做事情的时候 到底哪一个 最后 也什么都 做不出来的麻烦 OK 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这边 分别的把它完成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一题的话 其实蛮有代表性的 为什么 因为这种题目 这种问题呢 在工作上应该都会常常碰到 那即便你工作上 没有类似像这样子的话 你也可以把 有一些 做成编号式的 因为其实用编号来处理 其实可以简化很多 以后你就 就编号 那你编号里面 你可以看出 你需要的资料 那存在里面的 资料量也会是最小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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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